凯勒也道歉了 然后这个罗志强也道歉了 而且罗志强还道歉两次 那新闻是说 他们之所以道歉 是因为周阳青所上 有致命的关键 你觉得呢 我觉得倒不在于 致命的关键与否的问题 而在于说 为什么忍了这么久 所以对老大来说 政公来说 什么时候会忍无可忍 小三逼宫会忍无可忍 所以其实我觉得 凯勒为什么道歉 像黄医师说的 好像不是那么庄重 道歉哦 其实他是在表明说 我是要取而代之的那个人 所以你像他爸爸也是 他爸爸就说 等罗志强什么时候来下聘 然后说他常常来我家 他说公开在电视这样讲的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造成他出来道歉 其实他出来道歉一直说 就是我啦 就是我啦 当然 三啦 我是小三 所以当时道歉就变成 自己推向政公 对啊 因为不然还有四五六七啊 那我当然要先 对啊 先要抢占重要位置 战略位置啊 所以这是他的道歉 那至于 罗志强的道歉 刚刚讲危机处理不好 从人生的阅历 我们很难缓驳你 以我的丰富的不是 表演的经验 危机处理永远不会好 就像敦目舰队一样 就是你 像我一个叔叔以前当刑警 他说那个犯人他 譬如说他犯了八件窃盗案 他绝对不会都讲的 他今天讲你抓到的那一件 所以一定是那种挤牙膏式的 你现在说 还有一个也是你哦 对对是我 还有一个也是你哦 所以你没有知道那么多 他就不会讲那么多 所以他就希望含含糊 因为重点就在说 当我被抓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知道多少 那我要承认多少呢 我当时承认他已经知道的 可是他一点一点来 所以这就跟周刊学的 我一点出来 一点出来 然后你就一点承认 一点承认 所以其实以我的经验 给各位做个借鉴 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到 道歉只有最简单的方法 我错了 我该死 我悔过 就这样 其他都不要讲 我错了 我该死 我悔过 对 其他都不要讲 其他从中都没有用 你就是这样子 九个字解决 对 然后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干 你就是 最好像我这样 到山里去躲个班 大家一定原谅你 不是原谅 是因为把你忘记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只有这样的道歉 才是有用的道歉 是是 那 他有说 这个 因为罗志祥有说他对被他欺骗过 以及不尊重过的所有女性道歉 应该是很多个 应该是如 横河杀树 银河的心心 不过我觉得这个重点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 说不正当男女关系 这个男女关系 除非是婚外的关系 否则没有叫做不正当的关系 所以除非刚刚像华医师讲 他们在大陆有领结婚证 那你这个就是外遇了 这就是 这就是不正当关系 否则的话 你说你愿意跟多少个人交往 愿意一次跟多少个人 只要是双方 你情我愿 情投意合 这没有什么正当不正当 所以我倒觉得 不用在这个事情上计较 就是关于正当不正当 我觉得就是男人 当然都会比较倾向 就是说我还没有结婚 我跟很多人交往 其实也还OK 其实甚至就是说 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很多人其实想要知道 是怎么样变成小猪 这个男生有一派的论点论战 等一下我们可以请教 已经是变成这样 可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说特别是对医生来讲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多批他就是 比较容易去感染性病的 对这个是毫无疑问 虽然说菜花也是可以治愈 但是你如果去 从事多批的性交的时候 你就是很容易得到性病 性病也不是大家只想到的 就是说菜花去烧一烧就好了 其实很有可能还是会有 你怎么知道有很多男人 想变成小猪 就是有一些这个 相名的一些流言 甚至就是男医师也在说 哇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有为者易若是 对对对 没有我们讲的重点是 不诚实男女关系 我觉得对男女关系你要诚实 你愿意跟几个 如果你的这个对方接受 那不管你嘛 你去上酒店 太太说没关系 前有回来就好 那就无所谓嘛 所以现在重点是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 忠诚与否 不在于什么 还有没有爱与否 重点在于 被欺骗 不诚实 我觉得人最不能忍受的 普世价值就是欺骗 没有人能接受欺骗 有人可以接受这个标准 有人可以接受那个道德标准 可是没有人愿意被骗 了解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 欺骗这一点 可能你刚刚讲说 关键可能是 这个 他小三逼宫 你想象中逼宫是什么 没有就是说 我不掩饰我跟他 好像是一对的这种关系 因为其实很多女孩子 她刚开始跟男生在一起 她会说我不在乎 你跟谁跟谁 我只要 我只要沉浸拥有 我不在乎天长地久 可是女生真的是一种 比我们高等的动物 因为我们可以一辈子 真的真的 我们男生可以一辈子 跟一个女生只维持性关系 可是女生经常就会 从性关系再产生爱情 然后甚至产生 想要独占的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时候就 男女不同 我觉得是不同 男生只有性关系 不是男生可以 可以 少处禽兽畜生 是不是 就是男生可以说 你跟我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玩 就是玩到底这样子 可是对很多女生来讲 所以我也要奉献很多女生 你不要说我跟他玩玩就好 玩久了感情就出来 感情出来了 就有关系地位的问题 就会起冲 但是他明显感受到 我觉得他会 应该会感受到 因为你就不再掩饰了 应该是 我觉得我有感受到 虽然我跟这个罗志祥没有一腿 可是当我看到 这个凯乐 这个他在这个电视节目的 就是说去他家 然后参观他的这个 类似房间 然后他秀出整排的 这个名牌包 黄医师对名牌包 也有研究 真的都是超级大名牌包 然后其实女艺人 有名牌包 或是一般的女生 有名牌包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很正常 可是为什么 我还是感到震惊 是因为他可以拿出 那个包包说 这个就是我老板 罗志祥送的 我的老板每年生日 都会送我一个包 他在那个上 综艺节目的时候 也都可以这样子 侃侃而谈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对于这个 就是 你觉得那个包 一个多少钱 至少有二十几万 如果是基本 我看到大牌子的包 其实是要十万元起跳 对 然后只是说我看 当我看到那个景象 你想我跟罗志祥 没有一腿的人 我都会觉得这个女生怎么了 如果真正是跟罗志祥 是有公开承认的 男女关系的这个 男女朋友的 这个周小姐 她会怎么想 一定会往歪里去想 因为像我们老板 就从来没有送我包 对 对 我们工作那么久 哪里有从老板那边 得到一个名牌包 都马是自己赚钱去买 我觉得你们老板是谁 你们北部比较奇怪 你们北部男的 喜欢你的就什么送包 我们就直接包你 你会不会啊 你会不会啊 你会不会啊